攻略成功后,我留在这个世界嫁给摄政王 成婚三年,她待我始终如一 从未迎娶侧妃,也没有通房丫头 世人街说我是京城最幸福的女子 直到后来,我不小心听到了她与旧友的对话 每年三月初时都来这里酗酒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忘记温念吗? 莫承燕一遍又一遍摸着另一个女孩的画像 怎么会忘? 洛威和温念那么像,我迎娶洛威,就是怕我有天忘记她 系统说,温念是这具身体的前一任攻略者 只是她任务失败了 她是莫承燕唯一的爱妻 我问系统,你之前说,我完成任务会有奖励是吗? 那就成全她和温念吧 三月初时 每年的三月初时,莫承燕都会以各种理由出府 然后彻夜未归 起初我也有些怀疑,担心她去了青楼 或者又和别家的小姐私下约会 我偷偷问过府上的丫鬟 他们说,在我进府之前,莫承燕每年的正月初时都会出府 是为了祭奠一位亲人 三月初时,是她的祭日 于是今年,我提前准备好一些糕点 想着能和莫承燕一起 这样也许她就不会那么孤单 我亲手做了一整个下午的糕点 到了晚上,莫承燕以公事为由出门 我提着糕点紧随其后 莫承燕亲手摘了一束野花 走到了后山的一处小院子里 我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院子 在灯光和月光的照耀下 桃花花瓣遍地,如同仙境 只要靠近院子,就能闻到沁鼻的花香 主院是个小木屋 莫承燕绕过木屋,走到了院子的后方 我没多停留,跟着过去 刚打算进门告诉她 却看到有另一抹陌生的身影也在屋内 是我从未见过的人 我想提醒莫承燕,她位高权重 指不定有多少人等着害她 可莫承燕却对来人却并不意外 来人穿着一身布衣 和莫承燕的锦衣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不知为何,在他们相处的时候 那人对莫承燕并无尊重 甚至有些敌意 她沉着声,你来晚了 莫承燕提着一坛酒,语气平静 看洛薇睡了再来的 怎么,日久生情喜欢上洛薇了 你不该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莫承燕缓缓看向她,眼神变得可怕 她话中坚定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迎娶洛薇 那人望着她笑了笑,没再继续说 莫承燕倒满了一杯酒,问道 喝一杯,你每年这一天都喝得烂醉 谁懒得住你 如果温念在的话,也不希望你这样 她看向挂在屋内的女人的画像 自嘲地笑了笑 我倒希望她现在能来管管我 我站在屋外,借着木门的缝隙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两人说的话并不多 只是一个进的喝酒,口中偶尔谈及温念 可温念是谁,我从未听说 无论是在曾经的故事剧情中 还是在后来嫁进王府里 我都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等到深夜,他们喝得不省人事 我才后之后觉得缓过神来 轻轻推开木门,进了屋 一片狼藉 酒杯歪七歪八地倒在桌上 喝空了好几坛酒 莫承燕靠在桌上,意识不清 可那双俊美的眉眼间染着深情 泪水沾湿了睫毛 莫承燕哭了,我从未见过莫承燕这样 因为从我进入这个世界 见到她的第一面起 她在我面前都是冷静自持 运筹帷幄 身处高位,万物皆在手心 她天生谋略过人 远时和智商皆高于常人 从未见过她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 可如今,却见到了 我顺着她面朝的方向看去 是一幅巨大的女子画像 画中的女子,眉目竟然和我有九分像 我微微一愣 旁边是一个灵位 莫承燕摘的鲜花就摆放在灵位前 灵位上写着 莫承燕爱妻温面 爱妻,温面 一瞬间,我感觉心跳骤然停止 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一般喘不过气 只顾喃喃自语 温面,是谁啊 此时,熟悉的金属音响起 温面是这具身体的上一任宿主 和你一样,也是攻略者 只是,她攻略失败了 三年前,我穿进了这个世界 成了第108位攻略者 攻略对象是莫承燕 系统说,莫承燕生性淡漠 不尽女色,对世间之情向来是持有悲观态度 是个极难攻略的对象 我的身份是丞相之女洛薇 为了攻略她,我制造各种偶遇机会 自降身份去接近她 莫承燕为了避嫌,没少和我保持距离 可说来奇怪,不知从哪天开始 莫承燕对我的态度骤然变化 她开始不再拒绝我的好意 多次来丞相府给我送礼物 甚至为了我差点丧命 最后,为了让皇帝赐婚 她用兵权许了我一个未来 她带我温柔体贴 有我在现实生活中都不曾感受过的温暖 系统告诉我,攻略成功的时候 我和她正处在密恋期 她让我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我想了想,终究是放不下这段感情 于是我选择了后者 当初急于攻略成功 没有细想她态度转变时的蹊跷 如今想来,原来我一直活在别人的影子下 只是她用来记住温念的一个替身罢了 我自嘲地笑笑 转身不小心碰倒了灵位旁边的烛台 火烛迅速点燃画像 浓烟滚烧起 我猛地呛了好几声,正打算接水救火 却被身旁的男人搂进熟悉的怀抱中 阿念,是你吗?你终于回来了吗? 火光中,莫承燕紧紧地抱着我 不由分说地吻我的唇 火势蔓延 莫承燕安排在小木屋附近的侍卫 瞥见火光急忙来救火 彼时莫承燕正紧紧地还住我的腰 不肯松手 这些侍卫瞥见我时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把莫承燕扶到侍卫肩上 随他们一起出去 浓烟熏炎 侍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两个罪得不省人事的男人带出小木屋 安置好后,他们又齐刷刷地冲进木屋 我赶忙拦住他们,里面没人了 为首的侍卫却并没有下达停止的命令 眼看着火越来越大 现在冲进去多半使九死一生 我抓住侍卫的衣袖 我说里面没人了 侍卫往后一退 低头,王妃,里面的东西对王爷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 此时,匆匆赶来的婢女小春着急给我披上外衣 小姐,快把衣服裹上 您这样不合规矩,王府侍卫众多,有失身份啊 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被火星烧出了几个洞,破败不堪 一日 墨城宴上晚早朝回来 烈日炎炎,我等在书房门口 如今我们是夫妻,彼此之间不该有隐瞒 如果他真的心属他人 我们也应该把话好好说开,好聚好散 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通报的侍卫从书房出来,面露为难 王妃,实在不凑巧 王爷他此刻正在处理公事 恐怕没有时间见您了,王爷吩咐了 等下您一个人用膳,不需要等他了 小春撑着伞过来扶我 王妃,王爷肯定是因为您昨晚穿成那样才生气的 您去向他扶个软,他肯定就会原谅您的 小春,你也觉得他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不见我的吗 小春天真道 当然了,王妃和王爷的感情好朝野上下都知道 王爷不会真的生您气的 我看着紧闭的书房门,自嘲地勾了勾唇 他是没脸见我 回到卧室,我坐在梳妆台前 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久久出神 这张脸我用得太久了 久到我快觉得自己原本就长这样了 他会舍命救我,万事以我为先 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这张脸吧 对于丞相而言 洛薇只是一个用来交换权势的工具 自从我嫁了人 这个所谓的父亲,从未主动找过我一次 从未关心我过得是否高兴 从未经过一个父亲的责任 在这个世界,我曾以为只有莫成燕爱我 只有他在意我,在意洛薇 是我错了 我驱散房间的婢女,拿起书字对镜字语 001,你之前说,我完成了任务 会有奖励对吧 此时,一道金属音响起 是的宿主,你要现在兑现奖励吗 我低下头,强忍心中的不舍 那就让温念回来吧,成全他们 系统慌乱了片刻 您确定要把这奖励用在这里 这奖励无上限 您有任何愿望 只要不影响攻略世界都可以达成 不影响这个世界 我自嘲地笑了笑 如今我已经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是男主的妻子 又有多少事情是能不影响这个世界的呢 我淡淡解释,如果她回来取代我 我是不是就能回家了 系统仍旧替我担忧 宿主,您之前不是说 您在那个世界过得不开心 所以才选择留在这个世界的吗 既然无论在哪个世界生活都一样 我还是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吧 而且,的确有点想家了 系统最后确定到 宿主,选择好了 嗯 片刻后,金属音重新响起 恭喜宿主,奖励兑换成功 缓冲期一个月 这一个月,温念会以其他身份回归 和男主重新相遇 我为自己重新站上木簪 好 这次出福,我没让小春跟着 我在街上买了喜欢的糕点和汁粉 又看了打铁花,听了说书 甚至扮成男装去春楼一堵花魁风采 从前我兢兢业业扮演好丞相之女的角色 后来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摄政王的王妃 我必须时刻谨记自己京城才女之手的身份 从未放肆地活过 寻规蹈矩的日子过多了 我甚至都快忘了我是从现实穿越过来的人 将一切事情做完,已经是傍晚了 街上的小贩纷纷收摊准备回家 忽然从远方传来一道呼喊的女声 麻烦让一下,让一下 这匹马受惊了我控制不住啊 一匹失控的马载着一个姑娘正朝我这个方向奔来 速度极快,根本来不及闪避 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掌将我往路边一扯 我猝不及防地撞进一个结实又熟悉的胸膛 微微,你没事吧 莫承燕紧张地查看我的伤势 那双深情的眼神似乎都能滴出水来 我推开它,后退一步 它身着玄色衣裳,身姿挺拔 自带几分儒雅之气 不似全是滔天的摄政王 更似京城女人屈之若鹜的温润少年郎 我语气冷漠,王爷一路都跟着我 莫承燕握住我的手 微微,抱歉,我只是担心你 我心中毫无波澜地抽出手 那王爷早上为何不见我 莫承燕俊眉微醋 一副内就后悔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你说 救命!救命啊! 女娘的声音传来 失控的马匹四处撞人 马背上的女娘摇摇欲坠 她转身,干脆利落地上马 朝着寿京马奔去的方向 控制住了寿京的马 马背上的女娘松了口气 脚步虚伏地从马背上下来 正要作一道谢 女娘抬眸的一瞬间 莫承燕慌神了片刻 向来沉稳自持的她 顾不得男女有别 上前握住她的手,阿念 女娘惊恐地后退一步 民女陈氏,谢谢郎君出手相救 片刻,莫承燕松开手 恢复冷静 抱歉,是我认错人了 此时的温面只是陈氏 正如系统之前说的 她不记得和莫承燕的过去 她只是一个重活一次的人 陈氏用她古灵精怪的眼睛注视着我 惊讶道 我与公子长得居然有几分相似 公子 的确,如今我这装扮 陈氏把我当成公子也很正常 是啊,真巧 陈氏作一 刚刚多谢两位公子出手相救 要不我请你们吃饭吧 我刚要答应 身旁却传来一声闷音 微微 莫承燕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就像是担心我对陈氏做什么 怎么了 我反问她 莫承燕此刻像极了亏心事 被揭开时那般紧张无措 她担忧地看我一眼 欲言又止 她这般样子 叫我如何能不成全他们呢 我笑了笑 既然没什么事情 正好 我们一起吃晚宴吧 陈氏点了点头 走在前头领着我们去她家 莫承燕跟在身后 频频转身看我 微微 你不要闹了 你生气就直说 用不着这一副姿态 莫承燕眼底全是失望 我和温念的事情瞒着你是对不起你 可你没必要把气撒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我冷笑一声 问她 陈氏比我更像温念 对吗 莫承燕沉声 你说什么 陈氏比我更像温念 她的性格 她的举止 都比我更像温念 刚刚不到半炙香的时间 莫承燕看了她不下十次 我知她眼中的深情 知她透过陈氏 看的是她已故的爱人 莫承燕放缓了几分语气 微微 我能理解你生气的原因 可温念与我而言无非故人 我没有怪你昨晚为何偷偷跟着我去木屋 也不去计较你是如何能瞒过所有人 烧毁了那间屋子里的所有画像 更何况 你已经攻略成功了 这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感情吗 三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都让我忘了三年前攻略成功后 她如何百般恳求我留下 莫承燕那张俊脸染着梁薄 若薇 从前的你 不会这样因为一个死去的人 弄得大家都不安宁 到底是谁变了 我挑眉看她 王爷觉得是我故意烧毁了那个屋子 我不知道 本王只是觉得你很陌生 本王 他曾在我面前许诺 绝不会用摄政王的身份压我 我与他是平等的 因此这三年 他在我面前从未提过本王二字 换我也并非王妃 而是换我的小名薇薇 我差点忘了 一个善于把弄权势 身处朝堂高处的人 如何能真的抛下权势 和我平等相处 在这个世界 所谓的平等 都是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之下 我缓缓低下头 苦笑 王爷既然这么觉得 那妾也没有办法 二位公子 我家到了 陈氏忽然停住脚步 指了指面前朴素的木屋 我家有些简陋 还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我去煮刚买的肉 我低头看着鸡灰的茶杯 出神片刻后 擦掉了杯中的灰 陈氏刚离开 门口忽然来了一群 穿着粗布 踩着不斜的男人 陈氏在哪里 你们找他干什么 家里居然还藏男人 他爹已经把他卖给我了 他是我的女人 你说我来干什么 此时 陈氏从厨房走出来 我爹赌钱输了的 由他自己赔 我不欠你们 男人见到陈氏 眼中不免闪过惊喜 负债子环 天经地义 当初你爹向我们借钱 就是用你做抵押的 要不是看在你有几分 姿色的份上 谁会把钱借给他 男人得意地朝着陈氏笑 你要跟了我 以后也算摆脱 你爹那个狗娘养的东西 你还应该感谢我 他见状伸手就要去碰陈氏 陈氏匆忙往后一躲 与此同时 莫承燕毫不犹豫地 抽出腰间的剑 断了他一只手 鲜血淋漓 可却未见进陈氏的眼里 莫承燕手起刀落的刹那 还不忘转身 挡住了陈氏的视线 陈氏听见声音 吓得缩进他的怀里 莫承燕招了招手 在暗处的人悉数拔剑 滚 公子 你不该惹他 李氏在这地方是出了名的 得罪他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陈氏看向莫承燕的目光有担忧 也有心疼 当初 我也是用这样的目光 看着莫承燕的 莫承燕紧紧握着陈氏的手 没有松开 陈氏皱了皱好看的眉 公子 这 莫承燕匆忙松开手 抱歉 一时情急 陈氏看了我一眼 言语试探道 公子 你这样 家中妻子会生气的 陈氏本是无心一言 可莫承燕却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 她 是我的妹妹 那就谢谢公子和姑娘了 我想 公子应当是大人物 否则也不会随身带那么多侍从 只是招惹了李氏 不免带来些影响 为了不牵连到公子 还是请公子尽快离开吧 莫承燕猛地直起身来 失了分寸 其实我 未说出口的话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停在嘴边 那我留几个护卫给你 你有什么事情 就让他们传话给我 临走之际 还不忘回头看了几眼 确认好周围的一切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过了许久 莫承燕才缓过神来 她看向我 眼底带着愧疚 微微 你刚刚没被吓到吧 没等我回答 她又四字欺欺人一般 喃喃自语道 我知你一向胆子大 应当不会害怕这些 毕竟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透过她的瞳孔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刚刚鲜血溅在脸上的那一刻 还是热的 曾经她遭遇刺杀 浑身是伤回来时 总会躲开我 说怕我看到后会做噩梦 她说 我只需要看见这世界的美好 所有的不堪和丑陋 她都会替我挡下 比起一边的人心 的确没什么可害怕的 在现实面前 所有的幻想都该化成泡沫 王府的马车停在不远处 小春匆忙过来接应我 王妃为什么脸色如此苍白 刚刚发生了什么 无事 我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上马车 裹上面纱 骑上马 扬鞭而起的那刻 我忽然心生疑虑 陈氏既然家境贫寒 又如何能骑上马逛集市 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么久 我学会了一件事情 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 之后一连好几天 府上总有人来报摄政王 出府去见陈氏 这段时间 莫承燕对我别人不见 许多人比兔我更着急 甚至惊动了摄政王那位 常年在佛堂礼佛的母亲 那位的意思很明显 让我劝莫承燕收心 如今这件事情还未传开 要是京城知道 莫承燕移情别恋 虽不说对她如今的权势会有影响 却总会影响几分声誉 更何况 在那位的眼里 曾经莫承燕为了 我已经封过一次 再来一个女人 怕是她得把命都献上去 于是 她安插在我身边的人出来献策 还给我准备了一盒精美的糕点 让我主动去找莫承燕求和 与此同时 丞相府也收到消息 托府上小丝给我传话 让我不要做出 有失丞相府颜面的事 言下之意 父亲劝我接纳尘事 惹怒了 哪边都不是 在今日 莫承燕尽兴而归时 我端着糕点 等在王府门口 莫承燕看到我 微微醋眉 怎么等在门口 她看到我手中的糕点 将披风和随身的剑 丢给身旁的小丝 有事 进屋说吧 小春欣喜 王爷定是心疼 我们王妃了 王妃 您别惹王爷生气了 你们俩把话说开 定能和好如初的 我淡淡逆了她一眼 多嘴 我把糕点递给莫承燕的婢女 莫承燕清退了下人 她今天似乎心情格外好 竟然对下人也都有笑脸 不光如此 和她一同出门的侍卫 皆获得了赏赐 我目光落在她的腰间 一个做工精细的香包 替换掉了我以前 给她做的那个别角的香包 是谁送的不言而喻 先是香包 然后呢 是剑碎 是王妃之味 微微 这段时间你在生气 所以我觉得 互相还是冷静一段时间比较好 莫承燕像以前那样将我拉着 一同坐在主座上 轻腻地搂着我的腰肢 我并非故意冷落你 你若有什么需要 也可以随时和我提 她轻轻撩开我的发丝 低头就要吻我的唇 我躲开了 王爷 借今天身体不适 莫承燕喉解滚动 却还是松开我 她眼底全是扫兴 王妃 凡事都该有个度 本王今日也有事告知你 我静静听着 心中已经猜想到一二 微微 王府不能无后 你身体有急 如今母亲那边催得也急 我只是担心你压力太大 早在三年前 为了救莫承燕 我从阁楼摔了下来 落下了病根 此生无法生育 那时 她安慰我 说没有孩子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过一辈子的二人世界 莫承燕观察着我的细微表情 更何况 那日无心之举害的尘世 如今身处困境 本王 我从座位上起身 到她面前俯首作医 王爷不需要找那么多借口 借同意王爷将尘世带回王府 闻言 莫承燕大喜 微微 我知道你最懂事了 你放心 你依旧是王府唯一的女主人 我会安排她去最东边的那个房间 与你的房间离得也远 那个房间 是温念曾经住过的 里面的一切摆设都一如从前 就连屋里的花草 都是莫承燕亲自修剪的 你如果有任何想要的 也可以和下人提 我尽数都会为你寻到 我道谢离开 走到门口 我忽然想起 曾经她迎我入府时 也是如今这般高兴 莫承燕 如果哪一天 我离开 你会难过吗 莫承燕不解地看着我 似乎想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了 切剑阅了 切先离开了 今日回房间的陆阁外长 王妃 你怎么了 我的大脑突然一阵炫晕感 几乎快站不稳 小春急忙扶住我 来人呀 王妃身体有样 快去找王爷 我想拦住小春 可下一秒 我整个人彻底倒了下去 一道金属音响起 男主和陈氏相遇 陈氏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女主 在此之间 您在这个世界的身体素质 会越来越差 直至病重离开 宿主 你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我醒来的时候 府内很热闹 小春说 我昏迷了好几天 医师查不出原因 只说是我太累了 需要休息 今日 正是陈氏进王府的日子 王妃 要我说 你就不该答应王爷 把侧妃带进府 若是以前 就算您和王爷之间有隔阂 那也是你们二人的事情 双方的感情 还有和好如初的时候 如今王爷把侧妃引进门 您和王爷之间的感情 小春突然跪下 正是因为见过王爷和王妃恩爱 所以才觉得 如今不该是这样 你掀起来 世间感情本就一变 是我曾经侥幸以为 莫承燕会不一样 此时 门口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王妃 王爷和侧妃求见 莫承燕是匆匆忙忙进门的 她握住我的手 语气着急 终于醒了 身子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府上的医师呢 赶紧过来给王妃看看 他们身上还穿着洗袍 碍于尘世身份 皆侧妃进府并未大操大半 只是在府内装扮了一番 莫承燕身边的小思道 王妃 您昏迷的这段时间 王爷一直惦记着你 想早些迎侧妃进门 给您冲洗 原本虚弱的身体 呼得泛起疼痛 甚至五脏六腑都在疼 疼得喘不过气 我转了个身 被对着莫承燕 王爷请回吧 今天来见我与礼不合 怎么与礼不合 巍巍 你如今为何变了这么多 莫承燕甩开我的手 眼底全是愤怒 你非要在这种喜庆的场合 说这些话吗 一道温婉的声音响起 知道姐姐醒来 我很高兴 姐姐 我和王爷 都是真心希望你能好起来的 话音还未落 莫承燕将她带走 你不用这般卑微讨好她 王妃身体有样 从今日起 就在自己的房间好好养病 没有本王的命令 不准踏出半步 那天离开后 莫承燕没再来我房间 虽说有医师每天过来诊脉 可依旧查不出 我身体每况愈下的原因 门外 总有下人闲言碎语的声音 小春吐气不过 出去和他们争吵 却凭空生了一堆怨气回来 听说 莫承燕和陈氏关系格外亲密 同吃同住 将府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她 一日日过去 医师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下人送来的食物越来越不新鲜 小春替我抱不平 出去找侧妃要个说法 最后却反被诬陷 闹到了莫承燕那里 去进门后莫承燕变了很多 素来喜欢墨色的她 开始穿淡色的衣服 腰间的香包 泛着刺鼻的香味 我从病床上爬下来 给她行礼 灯下 莫承燕表情不便喜怒 长劫垂下暗影 她看着我许久 不知是因为我此刻的样子太过吓人 还是她这段时间 又念起我曾经的好 竟然会拉下架子 向我道歉 本王 的确对不起你 我惩罚了小春 也只是做给府中其他人看的 侧妃出身特殊 府上难免对她有偏见 若不杀意警百 她在这府上的日子不好过 想必你已经知晓温念的事情了 如今本王可以确定 温念的确回来了 她就是尘世 她像是保证一般的说着 威威 我不会修了你 你放心 在王府的吃穿用度 不会亏待你 你依旧是本王的正妃 我给莫承燕沁了一杯茶 可就在递给她时 手颤抖得厉害 茶水全洒了 我立马跪在地上 莫承燕扶我起来 我不肯 妾有一个不情之请 如今王爷与侧妃恩爱有加 妾在这里实属碍眼 还请王爷牵下和黎叔 若是为难 休了妾也可 不知是哪一点 触怒了莫承燕 她摔碎了茶杯 大怒 你到底在闹什么 本王都说了 不会亏待你 我常跪不起 是妾自己想走 回哪 丞相府 还是你的那个世界 你不都已经回不去了吗 一瞬间 我正住了 原来她知道 她知道我回不去了 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毫无依仗 知道比起尘世的处境 明明我更如履薄冰 我抬起头 眸光平静地看向她 想走 总会有路的 威威 你以前从不会如此善度 到底是变了 变了的是谁 难道王爷自己还看不清吗 又或者说 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既然如此 王爷为何不愿放我自由 莫承燕 目光直直地看着我 你要走 本王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 等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说完这句话 她又走了 小春浑身是伤地回来 看见紧闭的门 抱着我一起哭 不知过了多久 没想到有朝一日 在王府的日子 也会鸡一顿饱一顿 不过现在 我也不需要进食了 我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小春守在我身边 无助地落泪 王妃 你身体越来越差了 我一定要去和王爷说 我咳嗽几声 拦住他 不用 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了 小春犹豫到 王妃 我这几天看到侧妃偷偷出门 好像是去见什么人 需要我们 我握住了他的手 好 你就当从未看到 又过了几日 听闻府上出了件大事 莫承燕得了一种怪病 脾气暴躁 在朝堂上竟然公开 与黄泉作对 府上的太医查不出缘由 莫承燕这几日 只能抱病不出 身边只有陈氏一人陪着 我用身上所有的钱 打通了关系 命人偷偷请陈氏来房间 深夜 陈氏穿着黑色斗篷出现 手里拿着我写给他的纸条 姐姐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这次条上的内容我看不懂 小春扶着我起身 我不紧不慢道 第一次见面 进屋的时候茶杯是积了灰的 显然没有人住 以莫承燕 谨小慎微的性格 肯定会发现 陈氏微微一惊 那茶杯是你换的 李氏那边也是你处理的 我点了点头 是我 陈氏脸色一变 你有什么要求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动手必须在十天之后 在此之前 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都可以来找我 我也可以助你离开这个地方 陈氏警惕地问道 可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和摄政网友多恩爱 全京城都知道 我看向摇曳的灯光 平静地说道 正是因为曾经恩爱 所以辜负真心的人 就该被千刀万剐 陈氏半信半疑 我问他 你呢 我很好奇 你为何会如此恨他 提到莫承燕 陈氏攥紧了手心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怎么能不恨他 如今 他说爱我 也不过是在 另一个人的阴影下 你知道他有多令人恶心吗 在和我亲热的时候 喊的还是 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说 他原本也会有幸福的家庭 可就是因为莫承燕 让他家破人亡 他父亲只是一个很小的官 却因为莫承燕赶尽杀绝 将他们全家都杀害 而他侥幸逃了出来 莫承燕手上染的鲜血太多 他当然不记得 曾经杀过的每一个人 所以 你安排了第一次见面 让他误以为这是缘分 陈氏冷笑一声 我本以为 凭着我这张和王妃相似的脸 会更容易接近他 没想到 我们都是替身 我摇摇头 你和我不一样 他从怀里拿出两个药瓶 这些都是上好的补药 你用着应该对你身体有好处 他戴上帽子 王妃 为这样一个复兴的男人 要死要活 很不值得 系统 宿主 今日是最后的日子了 我知道 我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苍白的面色 和干枯的头发 感受着生命的消亡 系统 今日之后 即将解绑 无论这个世界 接下来如何发展 都将与您无关 之后会是陈氏和莫承燕的故事 001 谢谢你 在最后 为我报了仇 这几日 莫承燕的情况越来越差 多次吐血 卧病在床 所有太医都没有办法 系统 宿主 莫承燕既然付了您 就该付出代价 我一知您不会心慈手软 就在我生命消亡的 最后一个小时里 下人来报说 莫承燕口中 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命人将他带来见我 莫承燕 是被人抬着进来的 下人将他的床 放在我的床边 我看清了他的脸 沧桑暗淡 像一个活死人 王爷怎么会有空来辞 他看着我 眼底泛着泪光 我大抵是熬不过去了 巍巍 在我病重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要是我们 还能一起去赏花 吟诗 那该有多好 我曾以为我一辈子爱的人 只会是瘟面 可如今 我才知道 对你 我是有悔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叹了口气 不再看他 大抵从一开始 你把我当替身的时候 就注定了吧 莫承燕 你有无数的机会 可以和我说清楚 可你非要走到如今的地步 莫承燕语气恳求 你还愿意再唱 曾经的曲子给我听吗 我摇了摇头 我困了 也没什么想说的话了 最后的最后 我听到了莫承燕凄惨的哭声 也许 曾经温念离开的时候 他也是这般吧 再睁眼 是耀眼的阳光 一切都结束 一切又重新开始 全文完